母牛的哭泣 别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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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头母牛想要说的就是 别杀我的孩子 每年有九百万个母亲 被迫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们就是全世界最受割削的母亲 乳牛 乳牛跟人类一样 他们秘乳是为了喂养他们的孩子 而促成秘乳的过程也与人类相同 怀孕 生产 哭乳 没有生小牛自然就不会秘乳 为了维持产乳量 母牛被货要每年受孕 可最终最残酷的转折 就是母牛仅能哺乳小牛一或两日之后 这些小牛便会被带走 公的牛宝宝被屠宰成小牛肉 而母的牛宝宝则被用以取代他们精疲力尽的母亲 或者出生后就立刻屠宰来获取他们胃里面的胃膜 被抢走孩子的女牛都会哀求逃回自己的孩子 他们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翻译就可听懂的语言 他们的叫声 无哀气 无奈 爱你 许多乳牛会连续好几天日夜不停的呼喊 他们直到死前都会记得自己生过的每个孩子的脸庞 味道 声音和脚步 孩子是他们怀孕 辛苦生产 填早 所产下的可爱的孩子 也是那些母亲没有机会认识 养育 保护 看起长大的 这些乳牛就像是产奶机器一般 被关在像仓库子的牛栏里 每天需要产出一百磅的牛奶 这是他们正常产奶量的十倍 超量的工作必然要乳牛付出代价 极痛苦的乳腺炎 薄角 产乳量降低 当乳牛的产乳量降低 它就会和其他没有利用价值的乳牛 一起被赶上卡车送去湖子 造成这一切的最终原因就是乳制品消费 乳品业者声称 大家要喝牛奶才能保持健康 错 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对人类而言 牛奶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饮品 所有的牛奶都有59种仍有效的激素 200多种过敏原 脂肪 脂肪和胆固醇 以及高达52种的强大抗生素 在牛奶里的59种激素 有一种强大的成长激素 Igf-1 它是乳癌 脂肪和脂肪和直肠癌快速成长 扩散的关键因素 Igf-1 是所有牛奶里的正常成分 因为出生的小牛 本应依靠牛乳来快速成长 牛奶是为小牛量身打造的 而不是为我们人类 不只是牛奶 任何乳制品都是如此 同体积的硬乳酪 有高于10倍牛奶的有害物质 因为要10磅的牛奶 才能做出一磅的乳酪 在当今的世界 有许多美味的乳制品替代物 比如豆浆 米浆 燕麦奶 坚果奶 椰奶 这些全都有益健康 而且无色残酷 只要你拒绝支持乳制品 你就可以停止这些悲剧的抑制发生 让这些牛妈妈停止受苦 因为牛奶是来自于一个悲伤的母亲 牺牲亲情所得的一种不健康的饮品